中国查税风暴昼起 那么中共不计后果的破坏经济 中国经济正在承受 新一波的冲击 这新一波的冲击的源头是什么?就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在疯狂的搜刮当地企业 一个是环保,一个是消防 之前例行动作就是从这两个入手 现在最集中的是什么? 税务局 税务局正在大规模超常规的查税 查税追税 那么政府的疯狂对中国岌岌可危的生产力 会产生 非常巨大的破坏 它会造成企业的破产 和工人的失业,这就是专制政权无法抑制的冲动,这种冲动跟什么很像? 跟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有异曲同工之效 我们举几个例子 宁波叫博会化工科技 6月13号发公告 他们提产了,然后是唯有股份,唯有股份是6月13号 发公告,说他原来一个控股子公司 叫芝江酒业 倒查30年 追税8500万 在广东的佛山,新世界酒店倒查25年 因为历史税务问题,补税90万 惠州太极集团倒查20年,追税5300万 那有家上市公司叫青海 藏格矿业 倒查20年 追税加质纳金 4.8亿 那么质纳金是税款的2.38倍 湖南岳阳,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倒查20年 追税9亿 杭州有一家服装公司叫宜上服装公司,倒查10年 追税3.6亿 那上市公司因为追税,他要公告,所以呢公告 所以追税风暴才被广泛的关注 但是其实 追税不仅仅是上市公司 最近有一些 投资美股的投资者,中国的投资者 突然收到税务局的短信 这短信说 提醒 取得境外所得 境外所得未申报 境外投资所得呢,意思是灰色地带 那么他境外 境外投资所得 所得税 20%起 最高45% 所得税 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叫 十三维顾问咨询公司 这家公司很搞笑 他在2012年已经完成注销了,已经注销掉了 结果呢,这个公司的法人兼股东叫丁海峰 丁海峰在2015年被北京市税务局 税务局有个急查局 认定 少交了186万的税 就要他交 不交,然后再罚款 总共罚多少 总共加在一起422万 丁海峰一看 我的天,这么多税 然后就行政诉讼 一审,二审,再审 法院都判 这个 北京市税务局输 为什么 因为法院认为公司注册已经,公司已经注销了 公司注销了,你责任主体已经不存在 你责任主体都不存在了,那你怎么还会有行政 处罚对象,已经没有行政处罚对象 所以北京市税务局败诉 结果北京税务局一看败诉,那就 就是要钉死这个丁海峰 就认为他恶意注销公司 滥用法人独立的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 他是债权人 就要追究他个人的责任 什么叫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东 用他的出资来承担有限责任 对吗 北京税务局这是斗争到底 而且你可以看到 现在 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个 叫警税作战平台 警税作战平台讲的是什么 税务局跟警察局 再加上其他的执法部门 通常有六七个部门 联署办公 组成一个作战平台 作战对象是谁 老百姓 所以你看 中国政府 他一直就把老百姓当敌人对待 在税这件事情上 显得更加明确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主任周天勇 6月17号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叫非税收入大幅增长 应当引起警觉和紧急制止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 地方财政出问题之后 结果会是谁 他的结论就是 法末 和其他行政收费 大幅度增长 应当引起警觉 和紧急加以制止 这篇文章 好像讲的是地方政府干的,中央政府没份 其实不是的 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 查税风暴显然不是地方政府的单方面行为 现在没有递税 现在只有国税局 查税的是谁 查税的全是国税局 国税局听不听地方政府的,当然不听,他听谁呢 他听李强的 这是李强干的好事 别怪地方政府,这是第一,第二 习近平上台之后干了两件事 让中国经济倒栽冲 第一就是国进民退,大家都看得到 国进民退的核心是什么,国企垄断市场 剩下的市场就让民起民内卷 这是第1个 第2个 削弱地方政府的自主 就是不断的把地方政府的权利削掉 全被的回收权利 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是放权 现在他是搜权 他甚至把地税局都给取消 很多地方连社保局都取消 由这个国税局 收社保,社保费国税局收,还有就是卖地收入也是国税局收 反正把地税局取消 地方政府就实际上失去了所有的税费的能力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捏到中央政府的手里 地方政府还有积极性吗?肯定没有积极性,全面躺平 所以就算中国经济没有房地产危机,没有地方债的危机,没有和西方的冲突 对抗 中国经济仍然会 走下步路 而且 只是时间长一点 这是第2个,第3个 地方政府穷凶极恶的搞钱 用破坏经济的方式来搞钱 这就是和当年三万五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中共破坏经济的行为是一贯 为什么 因为他打击的对象 是谁 就企业家 私营企业,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你们要看清楚形势 不要心存幻想 我现在的女人才需要金水 当然 自己营企业的行为是用破坏来的 我不再说 对这样的 每次早期企业的接着 我再去解释 把这样子都成功 稿子